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死并且用尖刀戳死 那么在昨天的法庭审判上将他宣判了50年有期徒刑 那么Michael Ombi呢在案发之前才刚刚的暴力了攻击另外一名服刑人和狱卒 所以他本人是有很多的这个暴力攻击倾向 但是为什么当时监狱把他和这一名这个可能有一点滞胀的98磅的19岁男孩关在一起 实在是令人匪思 那么现在这名受害者的家属表示 Harris County 本身也要负责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则消息 那么在两年前发生的一个枪击事件 结果这个枪击事件意外的将一名年仅5岁的小女孩 叫Kamara Dior Donison 当时在车中这个榴弹将她打死 当时是半夜一点 她的妈妈刚刚结束了在餐馆的这个工作 去将两个孩子接回家 结果在车子上的时候居然遭到了 根据母亲讲像是机关枪一样的扫射 结果她的两个孩子都中枪 当时5岁的妹妹和9岁的哥哥都中枪了 不过好在哥哥的伤势不严重 但是5岁的妹妹最后送医不治 到现在为止警方还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因此像是许多的悬赏机构 Crime Stopper都已经加码了来悬赏 任何线索能够让警方逮捕这一名凶贤 现在总共的悬赏金额 从原来的5万到了已经是13万的高额奖金 好另外发生了在星期二的早上 一名失踪21岁的女子 她的家人找不到她 但是呢却找到了她的车子 在Mayorland 结果发现在Mayorland 停靠她的车子之中的这个行李箱 Trunk里面找到了这名21岁女子 中枪身亡的尸体 警方表示在附近并没有找到 开枪的痕迹 所以很可能这名女子 是在别的地方被谋害之后 将尸体放入Trunk当中开到Mayorland 而这一个消息惊动了整个Mayorland地区 因为Mayorland地区在过去几年当中 极少有任何的枪杀事件 即使在整个休斯顿的治安都让人忧心的时候 Mayorland的枪杀率在往年只有两宗 所以现在这一个案件发生在Mayorland 让附近的居民十分的关切 好在Galveston County Galveston County的检察官 起诉了13名男子 说他们和一个人口贩卖组织 有直接的联系 那么这个人口贩卖组织呢 现在可以说在休斯顿和Galveston地区 警方是抓都抓不完 原因是这些人口贩卖组织 他们经常的移动 而介于休斯顿四通八达的交通 常常这些人口贩卖组织 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点 所以让调查人员很难掌握现况 不过在这边也提醒民众 若是您有任何的怀疑或是线索 是否有受害者在这个人口贩卖组织当中 要立即和当地的执法单位联络 好另外我们看到布希机场在昨天 在他们的这个运输货物部门破获了一个大麻走私案 这个大麻呢是装在像是非洲的这个职的战力的鼓当中 就是做音乐的这个打鼓的鼓当中 总共价值是上上万美元 那么重量是100磅 所以现在执法单位正在追寻这一批大麻 是哪一家公司开始做这个运输的 那么在布希机场的过境之后呢 这个大麻是原本要进入到英国的伦敦 好再来看一下在星期二早上的时候 在休斯顿西南区的一个公寓 位在6500号Downlab居然起了大火 造成一死一伤 目前消防队员还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 好最后要提醒听众朋友的是 现在已经开始这个休斯顿的复选 那么上一次在11月份的大选当中 像是市长以及休斯顿的这个会计部门的主任呢 都还没有一个职位出来 所以呢将会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2月5号进行复选 因为当时没有任何的候选人拿到50%以上的选票 而正式的复选日子是在12月9号 那么来说说除了市长两名的这个候选人 像是希拉·杰克森·利和这个威马尔的 这两人在市长方面的决选呢就不再介绍了 那么来介绍一下像是要参与 competual的这一个职位就是来掌管休斯顿的会计部门 或是他们的财政部门大臣 有两名决选的候选人 一名是Chris Hollins 一名是这个Sanchez 那么谈到Chris Hollins呢 很多可能亚裔对他都不是很陌生 因为他在竞选的活动的时候 频频的造访亚裔 希望得到亚裔的选票 在他的证件上面 他说若是他当上了这一个会计主管 或是财政大臣的话呢 他将会专注于城市内的像是一些服务设施 像是垃圾呀 还有修理的市面道路 并且让市政府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 主要是来以增加人民的服务 来做好他的这个财政分配 而他的对手Sanchez呢 则表示他的目标是要减少市政府里面的滥溢花费 他说在市政府里面有许多不需要花费的项目 他将会一一的审视 而主要他觉得最应该要花费的项目 不外乎是市区的安全 他说他将会尽量的允许拨款来增加安全的维护和警力 并且会致力减少市政府内的腐败 还有浪费资源以及abuse 这个应该是就是滥用市议会的权利 总之他是比较站在一个监督政府的角度 而Hollins的角度是希望能够做对市民更多的公共服务 也就是他要提供更多的软性服务来给休士顿的市民 而这两名候选人呢都不是第一次参政了 那么Hollins曾经想要选休士顿市长 他在休士顿市政府里面曾经也担任要职 而Sanchez呢也是可以说是在市政府里面的 有经验的老手以前也曾经想要选市长 并且呢他曾经担任市政府的市议员 以及在County里面担任过主机关等等 好的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德州 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